1月26号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新西兰贸易和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 分别代表两国政府 通过视频方式正式签署两国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 中新自贸协定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该协定于2008年4月签署 并于同年10月实施 时隔12年后有了升级版 签约已是后 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杨正伟 向记者表示 根据协定 在服务贸易方面 双方做出了更大的开放承诺 中新自贸关系在RCEP基础上进一步提制生效 中方在RCEP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航空 教育 金融 养老 客运等服务的对新西兰开放 新西兰在特色工种工作许可安排中 将汉语教师和中文导游的复兴工作许可配额增加一倍 分别提高到300名和200名 在投资领域 新方放宽了中资审查门槛 在货物贸易领域 新增了部分木材和纸质品的市场开放 在投资审查门槛方面 新西兰确认给予中资与CPTPP成员同等的审查门槛待遇 在货物贸易领域新增部分木材和纸质品市场开放 双方还进一步优化原产地 技术贸易壁垒 海关便利化等贸易规则 并在电子商务 竞争政策 政府采购 环境等领域 达成了高水平的合作条款 部分内容超出RCEP水平 杨政伟表示 升级议定书将促进中心双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增进两国企业利益和人民福祉 不断丰富和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在当前全球抗击疫情的观念时刻 升级议定书的签署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两国携手合作应对疫情 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 是推动世界经济动力转换 方式转变 结构调整的具体实践 将促进全球经济意后复苏 走上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杨政伟说 下一步 双方将各自履行国内法律审批程序 推动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升级协定早日生效实施